买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梦想。因为面对现在国内高额的房价,买房子可以说是一个难题了。很多人都面临住向这样的压力。而同时也有很多人成为了房奴。那么在世界上别的国家里面的情况都是如何的呢? 首先,我们就来说说美国。大家知道,美国的房子大多数年纪都非常的大。而且价格上来说,并不算是贵的。甚至有的还很便宜。但是为什么很多的美国人都不买呢?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一位华小。听听他是这么说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的房价不像是在中国的。在中国很多的人买房子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想要等到房子涨价的时候,再转手卖出去。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在这个一买一卖中把钱赚到了。很多人都在做像这样的投资。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的房价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很大的涨幅。 所以说,很多人并不会买买房子当作一种投资。其次就是在美国买房以后,维护房子所需要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在我们国内的话,买房子的钱要很多。但是等到买了房子以后,每年只需要缴纳一些物业费就行。 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在美国虽然说买房便宜。但是等买了房子以后,每年需要缴纳很多的费用。这其中就包括各种各样的保险和房产税等等。 而且维修房子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意识和观念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很多的年轻人没办法买房的。那么,他们的父母就会帮助他们。 拿出自己的存款为子女买房。但是这个情况在美国就不会出现了。因为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在成人以后,一切都是要靠自己的。所以说很多的美国人不会有存钱的习惯。有钱他们就去消费。更不会想住要买房。